真正的高手 我也不忘此生 除非是天生的武学奇才 但是这种人 是万中无一啊 很明显 我就是这种人 看来他不是 各位 不由分说的就破案了 中性箭头这大瓜一开 大家对于 为什么你进不了 这个一线券商 应该有个清晰的认识 武学造诣不行 当年光跟着马宝国老师 学闪电三连编了 用处不大 真正的高手 大家已经看到了 他自己发的微浪子 是吧 一方面人家通过比武 进了985高校 同时在大一就获得了 顶尖投行 当然这里指的是国内的 中性箭头的实习机会 而且一出手就干翻了 三家IPO 以他公开的 带着logo的 带着标识的会议室 以及记录清晰的笔记 要优化相关的财务数据等等说法 正好是监管部门重点关注 关照的 所以说不会武功的实习生干不了IPO 一页笔记足以搅动整个金融圈 这是对软育一击击中 职场版的少爷和我当错位照进了现实 我们总是感叹 别人的生活如此令我们望洋心叹 其实这只是他们的日常 开开豪车打打高尔夫 已经不能让他们兴奋了 要做一定要做 有技术门槛的事 大一就可以去深入了解 一个上市企业是如何进行操作的 不过话说回来 这的确是贵圈顶流 真正应该关注的 话说整治职场和金融圈 其实原本我们指望不上00后 因为对于绝大多数00后来说 现在找一份工作就不容易 更不要说整顿职场 但是对于中信箭头的这位 夏季言学的学生 不得了 他这一层瓜吃出了两份境界 首先第一点 炫富只是小case日常操作 从另外一个层面看 这位武术生真正的突破 是给我们打开了金融圈 跟现实之间的那层屏蔽 我们可以通过他的Vlog 985大医生 中信实习一天 这样一个视频 来管馈金融圈里 十分抽象的那一幕 真正的破圈 打破行业壁垒 让咱们做一点点信息上的对称 看到金融圈真正的奥秘所在 还是需要这样 在圈子内 但是不怎么懂规则的青年人 只是被放进来体验生活 无心之失 才有可能给我们视义的真相 这位青年才俊 为了上985 虽然不学无数 但是却不得不学了武术 由此具备了一个 禁酒吧五的乔门砖 当然了 以后的乔本 其实我们大家都明白 它未来必然是名校毕业 光环加深 要什么有什么 国外国内都可以伸走 它给国内其他的那些 能够去大摩高盛 实习的金融圈的精英 唯一的区别就是在拼爹 这个层面上略逊一筹 所以它只能混国内的顶楼圈 但是国内有国内的好处 国内它就有机会 在体验生活的时候 给我们撕开一下事情的伪装 让我们国内的金融消费者 深深的被震撼一把 事情是这样 他去早上十点打卡 下午三四点钟打球 中间把金融牛马 打得疯狂吐血 轻轻松松 一个微绕的 三家IPO 估计就要重启了 其实呢 这位青年才俊 大家也看完呗了 应该相信他是真的不懂 不是装的 以这位里这一天拍下来的视频来看 人家就是去摆个pose 拗个造型 包装个人设的 所以呢 又好事之徒 提前给他准备了一份内部的资料 并且没有告诉他 这份资料的轻重 于是 这位武学奇才就把这些 一块发到了视频中 公之于衷了 导致中心的大佬震怒 我这三家上市企业 但凡能到我这排队的 都是自己人 说实话 小伙子 你和你的爹地不是外人 但是你也不能搞自己人 我这三家排着 一下子都完蛋 你这轻描淡写的一公母 而且还带上财务优化的相对的方案 你这样让我中心见头 和监管部门的脸往哪儿搁 本来大家是有些默契的 都要给三分薄面 你把问题直接捅出来了 那接下来 他是延查还是不延查呢 毕竟咱村里已经说了 资本市场必须要延查相关的各种操作 被实习生给点了 迎风而上 至于人家家里什么背景 中心见头已经忙不迭地 第一时间发了声明 他们家人并非在监管部门任职 这个表态呢 让我们有一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 这种感觉如此强烈啊 以至于我觉得 聪明人扎堆的中心 不该发这样一份声音 他给人的感觉就是 我刻意给大家点一下 生怕大家看不明白 方向在哪里 虽然这个过程中有人爆料啊 其父或者是家里长辈 有曾经在啊 只不过现在不在 那么我们仍然要相信啊 中心这么根正苗红的企业 我们先以他的官方声明为准 毕竟他的那个律师函 一般人可扛不起 所以呢 我们尊重中心见头的声明 特别强调一点 这位的家里 没有人在监管部门任职 这一点非常重要 但是我们换个角度看 这件事就顺利成章了 一个这样的人 何德何能能冲进去 要知道那三家的情况 如果被追问下来 这种追责的话 也会影响中心内部 大佬级别的人物 起码会影响他的心情 下面人是不敢瞒着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如此巧合的 有这样一位实习生 在进取了以后 被人塞了一份这样的材料 并且没有特别的提醒 我们换个角度 假设它是一个卧底 我是说假如 这位卧底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等待IPO的 不只是这三家 而是很多家集体破防的话 这件事突然就成立了 大家要知道 现在的这个金融圈 风声鹤唳 状态不咋地 项目不好做 融资不好搞 上市非常难 本身就存在一些退金和退薪的情况 此时大家要明白 在中信这样的大券商 金子招牌旗下 已经等了很久的企业 非常多 大家看中了中信的保健 如大保健一般撕滑 中信这个单位 是部里都要给面子的 那么能来他这里当做上宾的 还对IPO的企业 很多也是有面子 前面说了 金融圈环境如此 伤谁的面子 不伤谁的面子 有些事情暂缓了 怎么办 不能像原来动不动就怼证监会 是吧 现在既然大家都排队 都有背景 我放谁不放谁 这个问题怎么解 我如何敲山震虎 给大家看一看 我有我的难处 你们各位稍微收一收 避一避风头 不行该撤的撤 上市的能撤 你们排队的 当然也能撤 不要等上面一一的查下来 你再放弃申请撤回IPO 而是提前就要做一些打算和安排 拿谁来敲打诸位呢 这个时候一个完全无知的 一看就是金融白痴的家伙 特别适合进来坏事 倘若他是卧底 实习生垫背 而且是自己人扮演的实习生来垫背 你看看人家也是有背景的 你们各位要不要做一些妥协呢 此时不同往日 假如我们从卧底的角度去看 这位大医生 是不是感觉好多逻辑就对了呢 起码有一点 这哥们完全不像演的 他的那种无知 完全就不是装的 绝对没有针对谁 有意为之的感觉 即便是有 也是别人给他做了安排 这哥们从某种角度上讲 也许替中信箭头和证监会 解了很多难言之隐 他没有这个觉悟 人家里的父辈长辈 应该也会略知一二吧 好猜测归猜测 回来说正题 这两年金融圈最大的发展 就是一个去魅的过程 大家眼看 自从金字塔的塔尖开始 被媳妇炫富坑的 月薪八万的中金普通员工 到现在保时捷高尔夫 和努力学习IPO知识的武术冠军 现在这个金融啊 他的表现十分的抽象 本来大家都冲着 这个金字招牌来的 没想到草台里面还有草包 一个朋友圈的小作文 先坑自己人 这位少爷你就说吧 将来你爹在这个圈子里 还怎么混 大家下次一起聚餐 喝毛子的时候 你爹都得自罚三杯啊 不怕二代不学无术 也不怕他只学无术 就怕二代想努力 进头部券商来镀金的 这种二代有的是 哪个没有背景 本来渲一下就差不多了 大家也知道 熬个造型将来呢 都是制霸金融圈的人 一起愉快的玩耍 不需要你懂什么 也不需要你真正会干什么 那些事自然有金融圈的牛马 就给你扛了 那些是真正名秀 一路卷上来 考上来的 活交给他们干 你们这些二代三代们 摆摆样子就行了 结果偏偏碰上这位 非常的励志 就想学习 做了视频 做了笔记 开会的PPT和内容 公之于众 这个不光是让排队 IPO的这些企业心理苦 中信心理也苦 能到我这玩耍的 包括你在内 都是自己人 你这属于 白龙马撂角子 骑了凹果 你自己掂量去吧 说实话 中信箭头 这个瓜赤裸裸 血淋淋的 让我们想起张雪峰老师的话 学金融 你有那啥没有 没有的话 没必要进来 说实话 这一圈人出了这一档子事以后 其实影响不大 或两天该怎样 还是怎样 真正难为的是那些普通的孩子 这个圈子 话说你进都别进 你想都别想 可能其中最顶尖的那批 即使能考进去 也是帮别人改PPT 这种命运 别人家的孩子 一个失误 你家的这些 顶尖名校 金融毕业的高材生 就得失业 就是这么残酷 这一次 金融圈的震动 必然后让大家 要抓紧提醒彼此的孩子 你的孩子在我这 我的孩子在你那 大家都互相点拨一下 去了 让孩子少说话 更重要的是 对于咱金融圈来说 欢迎孩子们 多玩 少学习 儿子一学习 老子 他就容易汗流浃背 那首歌唱的好 老人不徒 儿女为国家做多大贡献 一辈子不操心 就判个不要进去团圆 中心那边后悔的 并不是说去招了某个富二代来研学 他里面的二代多了 就这个层面的机构 是吧 人家承担着自己的使命 他里面还能缺了这个吗 共和国的孩子在那里 是吧 努力奋进的 这个数量不小 不差这一个 真正遗憾的是没有做好辅导 进来之前 你先把路子给人说清楚 对吧 毕竟福岛二代去注意闭嘴 比福岛企业上市要难得多 都是得罪不起的 都是要给面子的 对吧 不是他的爹地 就是他的妈咪 你们都在一个桌上 一起和我酱香科技的 如果说真的像开篇所砍的那个故事一样 金融圈的大震动 故意通过一个实习生之手给敲打出来 以此来挡住一部分利益相关方 让他们知难而退 不要在上面扎堆排队了 也不要难为这些共和国的长子长孙们了 放谁不放谁 对吧 所以呢 到底是不是有人没告诉这位二代说 这东西需要保密 还是说他和他的父亲一起承担了很高的责任 帮机构排有解难 这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结果 后者显然意味着他们有非常高的觉悟 最后还是要强调一句 今后的二代可能得更低调了 一旦他们真的有人出来高调 那说明他承担了一定的责任和有一定的目的 大家都懂得 对于这些人来说 文化课不重要 不会干也没关系 就不能学学前辈吗 你们这么多前辈一代代的 就是这么进来的 在这些机构比你长一些的学哥学姐们 他们也什么都没干 天天在这晃悠 人家不坏事 你说到今年这个圈子里的00后 好不容易晚辈里出了一个武学奇才 首先打拳就打到自己的叔叔伯伯这里 要知道祖辈一起打的江山 你小子怎么成了卧底呢 对自己人下手 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 知道真相的我们也必须对这位二代表示一下感谢 虽然他看起来是个愣头青 毕竟帮我们揭开了一部分这个圈内的事情 而且呢 为了辩由我们理解 还拍上了视频给我们看 大家有机会去管馈那层无法逾越的高山 看清金融圈里的远近高低个部头 所以从这个角度说 如果这家伙真是个卧底的话 那他真的了不起 请各大券商的领导看一看 我这样的武学奇才能不能去你们那实习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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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